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三讲 这一讲是在确定租客之后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流程讲解 整体篇幅近一个小时,分三节介绍 这里是第一节,约19分钟 大家好,我是景律师 这个是第二段的房东、房客、加州法律的讲座 上次是出租之前 我提出一些该做的可能一些法律的一些要考虑上的 这次是这个阶段就是在多解释 说已经选上你要租给谁了 下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个你们要做的就是要有一个出租合同 一定出租合同必须要写下来 要有个文件写下来 文件在我们的PPT上也是有这个出租合同的sample 可是我建议你用这些文件 OK 来了解基本的一些出租的条件在这些合同里面 然后如果你在网上或是你认识一个人有现成的合同 你就用这个我发给你的来币 OK 如果你找到的合同有这些重要的条件的话 那几乎就是可以说这个是按照加州的法律 这个合同可以保护你 可是我当然我做律师当然是建议你如果不确认说你找到的出租合同 OK是按照加州法律当然先找个律师再仔细看 上次我也是在提出就是说 今天的讲座这次的讲座都是按照加州法律来说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租房子出租房子在别州的话 我建议你就是事先了解那州的那州的出租法律 因为每一州都是有不同的法律 OK 所以最近我就是有一个案子 就是个住客房东就是找我说 警律师住客开始不付房租了 我说为什么不付房租 他说房子有什么问题啊 他怪我说没有修什么东西房子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有没有出租合同 我说没有只是口头上说的 我先让大家知道 第一如果要租房子千万不要没有出租合同 OK再说一遍 你要租房子不管你是房东或是租客 必须要有一个出租合同 你没有出租合同的话 基本的一些条件 OK你就没办法就是证明说我们答应是什么 基本上的条件说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 押金是多少对不对 有遇到纠纷要怎么处理 这些都是没有写下来 那等于说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没办法就是证明说真正说了什么东西 原先说的东西 出租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我们叫month to month 第二种是叫lease 所以你要考虑你要租给租客的时间是要怎么安排 对不对 month to month month to month的好处就是 租客只答应说每个月 我也会租这栋房子 OK 我不是定下来一个时间会租这房子 我只是每个月 如果我付房租我就可以有权利一直住在这里面 OK 好处是随时租客一个三十天通知 他就可以说有权利可以搬走 房东也是有这样子的权利 他给一个通知 等会我会就是在做解释 如果有month to month 房东要给什么样的通知 可是房东就是有权利就是给一个通知 然后通知过齐了 住客就是要搬走 所以如果你是决定说 这个房子可能一个一年之内就要卖掉 OK 那可能你的出租的条件是比较适合month to month 如果你说我这房子也是不想要 就是短期来说也不会卖掉 长期来说也是会一直留着 OK 那可能你的出租的条件就是比较适合就是lease OK 平均来说就是最多就是一年的lease 我也有看过两三年的 几乎就是这个租客就答应说这个整年 OK 我就是会一直租 好处就是可以保证说这个租客就至少一年的时间就是会一直留在这里 对不对 他如果早退出的话 几乎就是他违约了这个合同 你就有权利可以就是要求就是这个租客付你这个损失的部分 lease也是有坏处 对不对 你如果答应说 这个租客一年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你也放弃你的权利可以增加这个租金 不像month to month month to month 其实你可以给一个通知 然后就随时就可以增加这个租金 可是lease的话你就答应 就等于说你答应这个租客说每个月我会就是 每个月就是会收两千块的租金 只能就是这个lease过期的时候才可以增加这个租金 所以month to month跟lease有好有坏 每一个方式都是有好有坏 所以真正要了解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有些人说我只想要说month to month 对不对 那是OK 没有个说是对或是坏 可是你要知道你了解你的状况 几乎我都是建议就是有lease agreement 比较适合大家 然后租客也是比较满意 所以lease 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就是担心说 随时你就是会发个通知要求他搬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考虑上的 OK 所以每一个任何的合同 OK 你们就是要看 你找到的合同是不是month to month 还是lease 这个我打圈的就是关于这个security deposit 上次我就是提出你最多可以收的 如果这个房子没有带的家居的话 最多的security deposit 是两千块 就是每个月的租金两倍 如果有带家居的话 每个月的租金三倍 然后我上次也是解释这个pet deposit的状况 OK 可是我圈了这个 这个 在这个合同里面有一个条 我英文念就是 security deposit shall not be used in tenant by tenant in lieu of payment of last month's rent 很多合同 就是客户给我的看的这个合同 如果他们没有用这个CAR的标 OK 就落掉了这个条件 OK 然后租客最后一个月 OK 就找出借口说 哎 我不付你最后的月的房租 你就用这个押金来提 OK 然后也没有说清楚 他这个租客有没有这个权利 可是如果有这个协调在这里面的话 就已经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不能用最后 用这个押金来代替他付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OK 所以你找出的合同 你任何出租合同 make sure 你有看这个 有这个条件 基本每一个出租合同 就是会解释 他们搬进来的日期 是什么时候 搬出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OK 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需要可以填的 OK 这应该也是会解释 什么时候付房租 是月初月中月月底 这个都是你们可以讨论的 几乎我都是建议 如果可以1月1号 就是每个月的1号付房租 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然后几乎我都是会建议 你的合同里面也是会解释一个 这个一个我们叫grace period OK 你如果就是每一个要求 就是每个租客 按时每个月的1号付房租的话 OK 不给他grace period的话 那几乎 从一个practical的角度 OK 从一个practical的角度 就是比较难处理 因为有时候他们就寄信啊寄支票啊 现在应该都不会遇到了 你如果要求这个租客就是自动的打钱进 应该就马上可以收得到进了 可是我的建议就是 虽然你在这合同上啊说是每个月的1号要付房租 你如果给一个至少3天4天或5天的grace period OK 说他如果可以每个月到5号来交房租啊这个其实对大家比较有力 这这个每一个出租合同都是会解释这个late charge 刚才我就是说了这个grace period right 如果grace period之后他还没有付房租的时候 你就有权利可以就是收个late fee 那很多就是会 哎 警律师late fee应该是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列出来 如果他要按时付房租 他就有个penalty说600块 不行 有一个法律的一个case 加州法律的一个case OK 法官就是说 你如果要charge一个late fee 这个late fee的数目多少 必须要按照你真正损失了多少 OK 所以我再说一次 你如果要charge一个late fee 你必须要按照你真正损失了多少 OK 可是 很多人就问警律师其实我没有损失多少 对不对 他迟到付了跟他按时付了几乎也是没有什么差别 多多少少都是有可以可以说你是损失了 OK 可能是如果你没有按时付房租 你就没办法按时付你的贷款的mortgage payment 对不对 那就有个罚款 这个也可以就是解释 平均来说如果你是放个25块不超过30块的late fee 应该就是是合法的 OK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放个late fee的话不要超过30块 OK 在这个合同里面是第10条condition of the premises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你做对的话 OK 他租客搬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关于这个押金的纠纷 你租给一个租客的时候 你必须要证明说这个这种房子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不对 the condition是怎么样 那你要怎么证明 对不对 就是很难证明 你的就是录下来 对不对 租给租客的时候之前就录下来拍照有照片 证明说这个condition给租客的condition是怎么样 OK 我建议你租给租客的时候你就发一个我们叫move-in跟move-out report OK 你也可以自己去拍照去证明说这个现在你租的房子有哪个地方是不好啊不对啊什么的 你也可以发一个这个表 move-in move-out report给这个租客 让他们搬进来的时候 OK 他们就可以填出这个表 OK 让大家知道哎 哪里有洞啊 你刮墙 墙壁有刮的 哪里啊 有什么东西working啊 不working啊 这个因为 你要还这个押金的时候 OK 如果遇到这些纠纷的话就会按照这些表 跟照片跟这些东西来证明真正你租给他们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况 OK 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只能就是他说什么你说什么 法官也不知道要相信谁 所以你更多证据的话就可以比较更可以保护你自己 OK 在这个11条里面也是有个条件叫maintain use and reporting 你在这个租房子的阶段的时候租给 你知道 都是会遇到说哎 东西坏了 OK 如果租客跟你说有东西坏了 法律是说是房东的责任把这个东西修好 除非你可以证明除非房东可以证明说是租客 故意的damage破坏的 OK 我再说一遍 法律是规定如果租客跟房东说哎 马桶坏了 是房东的责任去找人去修 除非 房东可以证明出是租客故意的破坏的 OK 很多就是问的警律师 呃 马桶坏了我怎么证明是租客这个 OK 其实大多 除非你找了一个租客或是一个租客真的是恨你 平常租客不会故意的去破坏东西 对不对 他们想住在这家 OK 如果只是就是他们就是 按照就是 就是 我们叫normal wear and tear 就是你常用一个东西 迟早东西都说会坏 对不对 不是人就是怪是说哎 你故意的破坏了 就是你常用个马桶 迟早马桶会开始漏水 对不对 马桶不可能就是20年都都OK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是房东的责任要找人去修 OK 所以这个是 可是 在这个是一条里面条件就是有说 房租客的责任是在哪 是一坏的时候就马上要通知房东 OK 租客不能就是一直拖 如果知道漏水 假如说哎 这个 这个浴室有漏水 然后他就拖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然后这个漏水又更严重 然后造成那个mold 或是有有什么造成地盘又坏了等等 这些东西的话 OK 那几乎 就变成是租客的责任要修好 因为他没有按时通知房东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就是很多次就是遇到就是说哎 突然租客 呃 不付房租 然后租客就找个理由说哎有东西坏了 你看马桶不work啊 对不对 那很简单 但如果租客没有告诉我 有东西坏了 那几乎就是说房东没有权利要去修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协调 叫做maintain use and reporting 就是在有这个协调在里面 就等于说 租客答应 签了这个合同 就是答应说 我愿意就是如果有东西坏了就立刻了会告诉房东 一告诉房东 房东就是有责任要把这样东西修好 说不要责任要把这个不健康了 就那把那个不健康得到 我也不健康了 我感觉他钟得要不健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